为了翻转台东县小型加工食品产业的卫生自主管理水准 台东县卫生局推动了卫生自主管理辅导计划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 24号在县府大礼堂举办成果发表 还有优良业者的颁奖典礼 卫生局24号在县府礼堂举办小型加工食品产业 卫生自主管理辅导计划成果发表 及识别标识颁赠典礼 共达29家业者通过品鉴 同时也颁发餐饮卫生管理分级评合证书 高达113家有良餐饮业者获选 我们自己管理自己 每一个都是有这个心思 把我们自己的经营的范围里面把它做好 不管是你的产品或者你的那个环境 或者周遭大家互相影响 其实做好我们台东献给外界游客的集体影响 就变得非常重要 只要这一点能够做到 甚至最后我们都会有那些标识 就是说大家在看的时候要不要进这一个店家 他先看你门口那个标签 如果是有一定的品质的话 那些顾客他的选择一定会优先 像现在的那些饭店不是有一星二星三星四星吗 就会有不同的课程进去 但我们这个也是同样 当然各行各业会有一些不同 不过基本上大家如果有心的话 其实整个台东可以塑造整体的环境 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透过我们财经处敬畏的职业 我们卫生级委托的单位 大家这么有心 集体愿意为自己为台东 塑造一个更好的环境 我们一起来努力 我想只要我们有一个集体良好的印象 我们这边的各位生意 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晚 惠中也说明了 这次计划的辅导内容与成果 那我们看到这个图的话 就是说在原本 那这个第一次辅导的时候 那他的一个通过率 那只有两家通过 大概几个率6% 那第二次辅导已经有85%通过 那我们到最后交叉平和的时候 已经有97% 有32家 也就是97%通过 那所以说 那这个辅导的效果 那相当的不错 那在食品标示辅导部分的话 那也是有类似的情形 就是在散装跟包装食品 那都有显著的一个进步 卫生局希望 借着这个颁奖典礼 鼓励通过卫生自主管理评件的 食品制造业者 这次获得认证的商家 都可以在管理处或卫生局网站查询 让民众能够吃得安心 记者廖婷娟台东市报道